麻将作为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游戏 常年伴随着人们的业余生活 打麻将就怕三缺一 但如果找机器人来凑个牌 香不香呢 就像电视上常见 逗趣的线上麻将游戏广告一样 当真人不够用时 网络世界随时可以顶上 玩家是凑齐了 想追问的是 机器人的牌机到底行不行呢 就是来帮忙打发时间 还是真有本事 这点似乎不用太担心 前几年AlphaGo才风风光光打败人类奇王 制霸围棋界 居居麻将应该难不倒机器人吧 这可就难说了 麻将和围棋有个非常根本的差异 对围棋来说 下棋时所有的落子全部摊在棋盘上 两位棋手接收到完全相同的讯息 不多也不少 单看谁能针对当前的形式 做出脚佳的判断 谁就能取得先机 相较之下 麻将的牌是随机的 除了底牌和对方手牌不可见之外 麻将的游戏顺序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想象一下 象棋围棋都是一手一手轮着来 然而麻将天生就有吃碰杠 它会随机打乱游戏的顺序 所以AI基本上没法向前推演 尤其是参与者只知道几张牌 周围缺失信息远远超过已知信息时 模型差不多只能靠预测 除非是出老千 每家事先都不会知道会摸到什么牌 这就是所谓的讯息不完全游戏 麻将另外一个不同于围棋的特点 海运 所以呢如果手机真的超几倍 就算你是电影中的一代缺胜 也可能一个晚上都活不了一把 但是高手就是高手 多打几个晚上 他仍然会是最终的赢家 靠的是什么 纵使资讯不完全 还是有机可循的 牌面上竟有多少张各式花色的牌 上下加已经打过什么牌 掐指一算 狐牌几率最高的组伙就呼之欲出了 再加上察言观色 谁在听牌 谁还早呢 心中也就有个底 也因此职业牌手的胜算硬是比我们高 如此说来 麻将高手无论在技术与心理层面上 都要有过人的巧思 咱们机器人学得来吗 2019年8月 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式发表 麻将AI Super Phoenix 经过一番厮杀之后 立马挤进日本知名麻将网站天凤的排行榜 堂堂成为万中选一的选手 为什么中国国牌的麻将要在日本比赛来衡量其水平 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麻将在日本的接受度也是很高 就算普及率不如中国 但是日本民族的精工精神 造成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力求极致 所以日本有更完备和专精的麻将竞赛系统 可以说中国人把麻将当赌具 日本当作脑力竞技比赛 日本的在线麻将平台天凤 引起完善的竞技规则 专业的段位体系 成为了业界知名的高水平专业麻将平台 平台目前全球有接近33万名麻将爱好者参与 其中不乏大量的专业麻将选手 微软开发的麻将AI系统 于2019年3月登陆天凤平台 与人类选手展开了5000余场四人麻将对局 6月 Super Phoenix成功晋级时段 成为特上房中段位最高的选手之一 可见抛开运气成分 即使拿不到顶级冠军 机器人的算法也会让它更容易获胜 但凡是打牌 就逃不出出签的话题 作弊工具的演变 伴随着其他人类科技的进步 比如可穿戴设备 可以预见 未来会不会有隐藏式的镜头 再搭配AI芯片 就能指导牌手 打出最有获胜概率的牌 比如Google眼镜一直在研发中 目前的版本还是外露的摄像头 比较容易被看出 但微型镜头体积一年比一年小 甚至有开发团队在研究 能够隐藏到人眼球上的镜头 就像戴一个隐形眼镜一样容易 机器算法哪怕赢不了职业比赛的冠军 但在私下的牌局里 碾压普通人类还是太轻松了 人工智能的全面进化 终究会蚕食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兴趣爱好 一个很会打麻将的AI到底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呢 做麻将AI不只要有阿发购那样的运算学习能力 还需要一些跨界的知识 比如博弈论 想想看 如果能在而鱼我诈 充满变数资讯又不完整的排局中获胜 你觉得它有没有机会在国际金融市场 股票市场上有所斩获呢 所以可千万不要低估一个会下棋打麻将的AI 这些游戏只不过是它全面进军人类版同的第一步了 从英国著名学家史蒂芬霍金 到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等世界顶尖人工AI专家 都曾经表示过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最后引用一段加州大学罗素教授的话 我们现在发明的AI系统有点像阿拉丁神灯中的精灵一样 你轻拍神灯 灯里的精灵出来了 你对精灵说 你给我做这件事吧 如果AI系统足够强大 它就会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你也会得到你所要求一模一样的结果 但问题的是 跟神灯中的精灵故事那样 第三个愿望总是要求精灵取消前面的两个愿望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其结果就可能造成 那个试图完成错误指令的机器人 实际上变成了人类的敌人 一个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 到那时 一切就太晚了 特别的理论